好 接下来这个偷东西更嚣张了 就是年轻人竟然在网路上揪团 大家一起来偷东西 这回台中这位朱姓男子 他就是以偷东西来为生 为了找人来帮忙把风 竟然跑到了游戏网站 来征求这个同行来偷东西 结果这位账号 一名惊人的网友还真的找上门 两个人就到台中市这一带的店铺 来偷窃监视器镜头 而且还拿到这个跳蚤市场来转卖 两个人联手犯下了八起的弃案 其中还包括了非常知名 太阳糖饼店叶秀海